在卡通雖然是動漫 天外奇跡裡面 老爺爺跟老奶奶 年輕的時候都在樹下面做著他們的求子夢 天上的雲都變成小寶寶的造型 後來老奶奶真的懷孕了 後來流產了 那後來就是白髮對白髮 老奶奶後來也生病離開老爺爺 老爺爺又孤單一個人 所以很多人在問我 我要不要做室館 我說你的問題不在意要不要做室館 而是你到底老了要不要有小孩子陪 不要像老爺爺老了才是隔壁的小男孩陪 重點是你老了要不要有孩子陪 重點是你老了你要不要有孩子陪 而不是要不要做室館 你老了要有孩子陪你嗎 還是要像天外奇跡老爺爺 是隔壁這個胖男孩來陪他 你老了誰來陪你這才是重點 不是你要不要做室館嬰兒